自然是一直在变化中间的 几十年我们会看到自然不断地在一遍 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也在演变 推想可能宇宙也在演变 芳芙舟这个题目 它其实也是反映了我对自然的观测 这种观察 就是说看到自然这种不可知性 其实一直在运动的过程中间 芳芙舟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天象系列的作品 天象系列它也是来自于自然 它来自于就是说 离我的Hom Town很近的一个蒙古高原 我经常去那边去看一些这些隔壁的石头 这些很特殊的这些景象 那这些景象沙漠化以后 就大地在沙漠化以后 完全不太像一个地球上的空间 这天象呢就是说是我对于这个人和这个宇宙之间的一种勾连的一种思考吧 就像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 它其实不存在本质的这种物质 它就是气体 液体 固体 它是在自由转化过程中间 那这种自由转化怎么样通过图像来表现出来 这个也是我的天象所追求的 那天象就是说我用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技术传统的材料 然后呢去描绘一个未知世界的一个图景 我就是用这种生涓开始画画 那生涓呢就是会用中国的这个墨 现在上面会做一些这样的机理 会做一些这样的文样 然后呢再去开始画画 我用的这个墨都是比较古老的墨 就是差不多是清代的 现代的墨主要是工业生产 日本的墨可能还好一点 但中国现在已经不用墨来写字了 所以呢我就是收藏了很多明代和清代的这个古墨 然后用这个古墨来画画 它的这个透明度层次会非常的丰富